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魏力导演一个功能 也是网路上有一位好朋友问到 他说我录了影 可是我希望能够方便听 我希望把整个影片转成声音档 然后方便用这个workman之类的东西 就随人听之类的东西来听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音讯分离 可是还是很麻烦 其实不必那么辛苦 像这是我做制作的影片 这个就是我做的 暑期的田径队的集讯 好 那我们现在 它可以直接输出成声音档 魏力导演 好 我们来到这边看到输出档案 那我们按下之后 好 这个时候来到这里了 我们选择建立串流档 按下去 下一步 好 在这个时候啊 这里面有输出的品质选项 一般我们都会在这边选择高品质啊 或者是 HD的品质 不过请你注意啊 在这边往上选的时候啊 好在这边往上选的时候有一个 不知道各位看到吗 往上往上 哎 在这里有一个 CD 有没有看到 哦 CDCDCD 这是 三种不同的品质 那其实音效都还不错 如果你要最接近CD的品质的话 请你选这一个 这个 Windows Midi Player 8 4 Smart 娃娃 娃娃贵的 反正有这个CD的 最重要的后面有一个128 你有没有看到 哎 点下去 好 这个就是可以转成声音的 你如果选的是影像啊 请你注意这边它会有影像的尺寸 那这个没有 因为它是只有声音 好 你选择了这个以后啊 按一下下面的下一步 好 你按一下下面的下一步 好 这个时候它就会开始输出 好 那么输出的位置还是 跟我们做影片一样 你可以指定它的位置 然后按下开始输出 很快哦 因为它只有声音 你看它跑得很快 一下就跑完了 一下就跑完了 呃 好 我们稍微暂停一下 让它跑完 不过已经快跑完了 好 同样的就像输出影片完 然后我们回到主页 好 你看到这里 就多了一个声音档了 那我们用档案总管 去找到我们刚刚那个档案来看一看啊 好 它出现了一样是一个田径队 然后也是一样WMV档 不过这个档案你可以看到这里 它档案变得小了许多 好 好我们放大一点来看啊 你看 那一样是做WMV的影片 影片要64MB 可是这个声音只有4.797 4.797 那么我们把它打开来看 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只有声音而没有影像的档案 那这个档案就可以就变成一个声音了 那如果你一定要转成MP3的话 那欢迎各位到潘老师的部落格 好 欢迎各位到潘老师的部落格 找到影音教学目录 不知道大家看到了吗 好 我们放大一点看啊 影音教学目录 点下去之后 画面会切动 好 画面跑动了 请往下看 这里有一个多媒体应用 我们放大一点看 多媒体应用 按下去之后 它会跳到这底下来 多媒体应用 第一部分是Photo Impact 接下来就是音效剪接软体 那这里面有我有录制的详细的说明 那你可以下载它安装它 然后有一个转MP3工具 之后用这个软体就可以把它转成MP3档 那欢迎你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那你再来看这个部分的教学 那很简单就解决您的问题 希望我的教学对你有帮助 好 今天就讲到这边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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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